如果信愿制成到了一定程度 是否就可以预知实质 若人尚未预知实质 就说明他信得还不够 信得还不够 请问法师我的这种理解 对吗 有没有一点太苛刻了 制成到一定程度是可以预知实质的 这不是我们自己有这个 什么预知实质能力 是阿弥陀佛观音实质 以种种不同的形式会来告诉我们 大多数是在梦中告诉我们 原来有一位居士他念佛 结果他预知实质很有意思 是梦到了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就给了他一个念珠 说你往生的时间就是这个念珠的数字 他回来一数 五十三科 果然转到第二年五月十三日那一天 他就告诉我今天是我走的时候了 还真的就是那一天走了 五月十三加起来五十三科 所以这些都是心里会默切于心呢 心里是会知道的 所以只要制成 一定能够做到预知实质 但是即便有时候可能你太昏迷了 这个有时候给你种种的暗示 你都不了解 蒙头蒙脑不了解 不了解也没有关系 也能往生 如睡梦去也是往生 所以主要看他 我们在阴地当中信愿 持民 有否这样的条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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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